哈喽各位提瓦特大陆旅行者们大家好 钟离出了也有段时间了 网上有很多人都在评测都堆生命的钟离盾到底有多厚 我甚至见到过五万血的钟离 这个盾怕是连狼都破不开 考虑到大部分玩家都是平民 没有资源去抽钟离 所以我找了钟离的下背替代 也就是猫娘迪奥娜 迪奥娜的E技能同样可以生成护盾 有机理工的迪奥娜就相当于可以放两个E 不比钟离10秒左右一个E技能差 重要的还是这是四星角色 大部分人都有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测试一下迪奥娜的盾 到底能不能替代钟离 主要还是前段时间有人提出 雷泽带逆飞流星这套玩法 我平时不玩岩戏也就没注意过这套生遗物 两套提高35%的护盾 四套处于护盾庇护下 获得40%的普通攻击和重击的伤害加成 这不仅雷泽能用 1.3版本的销同样使用 我们都知道销靠的是下落的重击输出 同时销又很脆 这套生遗物给销 再给它配个阎王爷 那还不起飞 但考虑到大部分玩家没有中离 但是有盾的人又不多 女扑的盾CD又过长 我就想到猫娘 所以这次就先请出我们的芭芭拉 别误会 我就是让芭芭拉贡献一下圣遗物 因为迪奥娜的盾吸收伤害 取决于自己的生命上限 这套圣遗物也不算极品 花 沙漏 杯子 都是12G加生命的 我资源有限 暂时生不起圣遗物 所以就用加生命的帽子来补一补 这次测试 迪奥娜2万生命 来测试一下盾到底能扛多少伤害 1号测试玩家89级独眼小宝 可以看到迪奥娜只能抵挡几次伤害 也可能是我们有19级的等级差距 也可能是这个盾抵挡物理伤害比较弱 如果在实战中很难做到盾的无缝衔接 总是差那么两秒 在这点上还真不如钟离 2号测试对象是片面花和冰法师 可以看到即使等级差距10级 即使对面有两个 也依然破不开我的盾 但还是差两秒 这应该是我盾的持续时间并没有那么长 3号测试对象90级冰数 等级相差21级 但迪奥娜对冰息有250%的吸收效果 3号测试对象 基本上迪奥娜可以吃下冰数的大部分攻击 除了这个全屏的大抵挡不了几下以外 其余的伤害基本上破不开迪奥娜的盾 4号测试对象91级火术 这次少了250%的吸收效果 可以看到迪奥娜还是可以吃下大部分的攻击 只要火术不给我打加特雷 看来迪奥娜的盾抵挡法术伤害还是不错的 最后一个测试对象90级公子 也算是现阶段除了深渊以外最高级的副本了 看来极有两万血的刁娜 很难抵挡90级的公子 顶多抵挡一到两下攻击 像这种全屏的大 就算是开盾两万的血也是被秒 因为没有相同等级的钟离做对比 所以大家觉得迪奥娜的盾到底强不强 我觉得虽然比不上钟离 但也还是挺不错的 毕竟深渊12层都是冰史莱姆和御人咒 OK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记得给我个一键三连 当然点赞能够5000的话 我下期视频可以试试迪奥娜极致护盾到底有多厚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